新年新計畫 每一年到了新年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想法 對 最重要的就是對我們的居住環境 今天我們有兩派人物 一派是對房子來講 一定要買下來才安心 對不對 這邊有買房子就是有房子的人 他們看起來有份量 你看 有份量 對… 體型就看得出來 對 非常有安全感 山下巴也看得出來 而且 實力最好 真的 對不對 會 對 他過去是這樣 對 人家的名字都有 田就有地啊 對啊 好厲害 田大全先生 好 Nono 小燕姐 妳好 妳有買房子嗎 俗話說得好 有錢沒錢 買個房子好過年 是不是這樣說吧 也是 那妳買了幾棟房子 因為就順哥嘛 憲哥跟我說 妳這個從事演藝事業 妳存到錢一定要買房子 不要學人家年輕人去玩車 順哥 順哥 有房子啊 可順哥最近不是 是有點錢的問題嗎 那個 她說應該會是嗎 至少不會影響到她了對不對 不動產嘛 不動產 對… 好 這邊是有房子的 這邊呢 很死硬派喔 是喔 這了不起喔 在台北 她不是沒錢喔 她就是不愛買 然後都去家裡賣 沒有講那麼瀟灑好不好 不愛買 我們四人數比較多 妳看這四個那兩個 一看就那人比較有水多 沒有 我覺得這跟胖瘦有關係 對啊 沒有 沒有 因為啊 我跟妳講 愛搬家啊 會勞累 對啊 就比較容易瘦就對了 對 因為月娥姐妳貼個豬 其實她很多房子 但是都租給人家 對 她謙虛貼個豬 不是所有的產業 除了這個建設公司 沒有這麼喜歡我之外 其他所有的行業通通感謝我 都喜歡妳 我會消費啊 是 我會買東西啊 該吃該喝的喝 該買的買 對不對 妳等一下 不是說買了房子 躺在裡面 那不叫房子啊 我們多了一個建設公司 感謝我們 對啊 好 顏瑞兒租房子 對 斷了 結婚就租 十幾年了 對 十幾年了 對 結了婚就租 對 楊道偉 結了婚也是租房子 對 應該如果從三十幾 也是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對 好 不想買吧 不猜對不對 貴婦那已經叫貴婦了 還是租房子 是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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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曾照宗憲的演的是這個 東華春理髮廳 對 那她貼了兩個 她就是一個不定性的孩子 她不喜歡要買還是要租 對 不知道是買還是要租 妳要不要前面這樣放在這裡 不是 妳不要在這邊 坐中間好了 好 今天呢 我們就是跟各位觀眾講 買有買的好 租有租的好 買有買的壞 租有租的壞 對不對 那就是看個人怎麼樣適合 對不對 當然田大全先生是對房屋非常重要 了解 她會告訴你什麼時候該買 什麼時候不該買 但她也沒有看過 謝謝 可以好好開發是不是 開發一下 有 她努力在說服我 我跟你講我幫妳看女生的地方 妳要幫妳想拉 妳會在拉耶 對 來 請坐… 人家說呢 2013年可能是想買房子 還不錯的一個時機 我是聽說啦 反正每一年都會這麼說嘛 對不對 每一年都會這麼說 那買房子呢大家也都說嘛 如果錢少呢就買小一點遠一點 然後呢買完了以後換成 將來多賺一點錢再換大一把 那我前天碰到我一個朋友 那我 她很年輕 才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的時候 她說她沒有買房子 我說妳賺不少錢啊 她說我想買一個三千萬的房屋 那很好啊 那我也看了 但是呢 我等到要存到三千萬的時候 再買 再買 那她很會賺喔 不是 這個想法是我爸爸那個年代 就是說他不要貸款 他是說他要有了三千萬 一次付金 一次付金 我說妳 我除了 又不是買紅豆餅 對 不是 不是 而且這是 我爸爸那個年代就是說 利息也很高 然後沒有什麼貸款 總覺得這個壓力很大 對 就是如果有買 那個時候房子也是幾百萬嘛 那存到了差不多的錢 把匯都飆來 就去買房子 那那個時候 那現代人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 他是不是有問題 其實也不是 這是相對比較保守的做法 其實現在目前喔 你不要講喔 就是房地產發展到現在 還是有很多人現金買 說真的喔 現金買 其實我在台南和高雄 我就碰過那樣的客戶 他就開一個車然後就 我不爽貸款啊 因為他腦袋裡頭認為說 銀行利息還是很高的 所以我不想給銀行賺到利息錢 所以還是砰一大袋這樣放過去 你也很恐怖 我南部真的有朋友 他爸爸到現在喔 對 你今天沒有跟他講白蟻啊 或什麼 那個 他都沒有吃掉了 他就放在床底下 他是在床底下喔 對啊 都沒有在存 可是我真的也是很想要有機會的話 我們豪氣一點 一次就現金給他買下去 兩眼額 真的 但是小燕姐 要往後面聽就是買哪裡 我如果我現在 雖然我是基隆長大的小孩 我回基隆現金買 OK 沒問題 我現金買 可是你剛剛講的台北三千萬 那我就要講得比較好 想很久這樣子 對 不過我在想 買房子一定有買房子的原因 他們租房子也有租房子的原因 那月額租房子 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小孩念書是不是 小孩學區 其實小朋友讀書 有很多朋友說 你要買房子 那你就往那個台北市中心 再往外一點比較便宜 結果後來我發現我的朋友 有一些他們就住在外圍 真的買的房子比較便宜 結果我讓孩子去讀明星學校 因為父親的學區他不喜歡 結果小朋友就花了很多時間 在通車跟繳學費 跟讀私立學校 那我其實是考慮到孩子沒有錯 但是我一開始結婚的時候 我們就夫妻兩個人都是租房子 幸好我租房子這件事情 到現在還可以維持我的婚姻 為什麼 有 夫妻兩個如果一個贊成買 一個贊成賣 像那個有沒有 一個買一個租 那個不是夫妻要吵架嗎 也對